我们今天2022的国运 其实内部很多事情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说 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多了 很多东西也可见 几分小了 终究是藏不住 我们 说这个GG GG看上去 很好 因为每一个谣都当正 当位相应 六十四卦里面 唯独这一个 但是呢 他怎么讲 亨小力真 初级中乱 最终还是不好 但是呢 一开始是亨小 小亨 小的事情 阶段性的成功 是可以的利于坚守 你要守得正 还是 再怎么样 过得去 从初九看 也就代表 这一年的 起初的开始 一七轮 如其尾 无救 这个小狐狸啊 他打比方 过河 就好像 沾湿了 他的尾巴 你要翘起来 要很小心 因为他的初遥 前文无用 我们凡都看千块二挂 如果不能理解 这个轮子被拖转 拖延 但是没关系 这个呢 就像下方是个火 中间是个木头 因为阴的主物质 这个是木头下面烧的火 这个火最终还是要烧上去的 但是刚开始 它在下面可能不见过 它是这个火向上 富丧其福 乌竹其日得 就这个木头好像要被烧完了 它这个比方一个妇人 那阴阳 终究 还是可以找得回来 因为它上面也有相应 也有不到给它补给的 因为火向上 虽然说 稍稍没了 然后水向下 继维一下 高宗法鬼方 三年克制 小人无用 其实这个法鬼方呢 那我们现在这个 可以比作这个瘟疫 是吧 用了三年 因为火这个树 主三 离瓜主三 显天之术 当然有的时候不止三 但是说到三的时候 又经常很准 就包括同时 这个在古卦 整古期间 指的是 接待性的小城 但是也很累了 也大肆元气 所以说小人 以前那是要格外注意了 六四 尤其又更要注意 这时候阴的出现 就要让你 有不断的 衣服的补给 终日戒 要再三的小心 东林杀牛不如西林 人记 是受其服 就是当时这个东西指的是 一个是东边的上周网 西边的中文网 虽然上周网很有财力 各方面的力 但是 大杀性法 不如这个西面的真正的 西方 同时也主熟色 东方主向上 不要让你太发挥了 不要让你守成 同时呢 我们笔作为一也可以 笔作这个国家的 这个整古 一个成功 这种事情 我们也可以附会 最终呢 如其手 还是会被淹没 非常的 问题严厉 最主要的两个是 一是 下面行政 最高 我们 我们